珍惜每一秒 每一分钟 每一天 待人天天在造业 一造业障碍就开始了 所以就叫业障 业障会藏住你的智慧和你的德能 一个人为什么求佛不灵验呢 因为业障让你离开了智慧 让你进不了菩萨 只有常忏悔 常念经 否则你的业障会越积越多 犹如一个小孩子 犯的错越多 越不敢见到他的母亲一样 业障像乌云一样遮住了我们的慧命 所以我们如果不造阴 我们哪来的果 如果没有果 我们就是拨开乌云欠清洁 我们才能去除业障 见到自己真正的本性 如果我们能够每天平平安安度过一天 我们就是福气了 多少人在今天已经见不到明天的太阳 有多少人在今天成了残废 多少人在今天家破人亡 当一个人珍惜生命 珍惜世界上一切的时候 你就是拥有了这个世界 拥有了这个人间 台长给大家举个例子 如果你抱着你自己十公斤重的孩子 你走多少路你不会觉得很重 是因为你喜欢 如果给你一个十公斤重的石头 你抱在怀里走路 你坚持走不了多久 所以当一个人不喜欢做某件事情的时候 就算他的才华横溢 他也没有办法发挥 当一个人喜欢某件事情 他就能发挥出他的能量和能力 让你大吃一惊 所以一个人没有成绩 不一定是他没有能力 很可能是因为他不喜欢 所以我们今天喜欢修行 喜欢学博 喜欢度人 我们拥有了这种超能力 我们才是真正的一个有能力 让别人刮目相看的人间菩萨 我们都像小孩般 很容易迷路 走在琐珀的旅途 总看不清楚 一直跟着轮回转 感到恨不住 踪破世界的迷惑 何时才能摆脱